而下面到底谁行的凶又是什么样的动机呢 前天屏东有一位房仲疑似杀死老婆的案件 由于报案的就是死者的丈夫 但是他对老婆发生意外当天晚上的情况 公辞反反复复的嫌疑相当大 甚至在老婆断气的时候 他拿手机录下深情告白的影片 死者的朋友就讲说 这个男的只是表面上面对老婆好 房子车子虽然登记在老婆名下 但是其实全部是因为他自己信用破产 私底下还会对老婆动粗的 而这个老婆其实一直都有预感说 先生可能会对他不利 早就立好了遗嘱 没想到真的发生了死亡的遗憾 专性死者的老妈妈特地南下 却只能白发人送黑发人 宝贝女儿无辜枉死 职业不可能是想不开 他不是要再轻查一些 死者的弟弟表示 检察官初步判定死因是窒息 但是否为他人所为还要再调查 而死者的好姐妹则是透露 其实正希女子一直很害怕 先生会对他不利 早就立好遗嘱 一直感觉说好像 这个男的也会对他 不利 不利 他常有这种感觉 所以说他很早就先立那个遗嘱 这起发生在这个月三号 屏东一名游信房仲疑似杀死妻子的案件 由于报案的就是死者丈夫 但他对于妻子发生意外当晚的情况 公辞反复嫌疑重大 甚至在妻子断气时 用手机录下申请告白的影片 死者的友人就说 游信男子只是表面上对妻子很好 房子车子虽然登记在老婆名下 但其实全是因为他信用破产 私底下还会对妻子暴力相向 你不是说什么 他对他很好 用他的名字去拿 就是这个样子 是因为他信用破产 他不能贷款 所以说他用他的名字 车子什么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其实郑姓女子早就想离开先生 无奈双方还有金钱纠纷 只好一再回头 没想到如今整边人竟然涉嫌杀妻 家属痛心 希望能尽快厘清真相 记者张成华张信 N小组屏东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时